大家好,歡迎回來在家做生魚片 今天去找陳船長的時候 有別的船長送來了烏魚殼 船長送了我一條 這是剛下船的烏魚 雖然內臟跟魚卵被拿走另外賣了 但是船上有冷藏設備 魚肉依然很新鮮 沒有一絲腥味 烏魚的背棋分成兩節 這個魚鱗還有很平很硬的魚頭 看起來就像是放大板沒有翅膀的飛魚 烏魚或者是杏魚都是俗名 中文正式名稱是滋魚 我曾經問過光榮魚場的老闆 想要弄一條烏魚來做生魚片 他說生活在河口 或是港口附近的烏魚肚子很髒 勸我不要吃生的 我查了一下烏魚是雜食性的魚 而且很耐臟 生活在河口有時候還能游到淡水中 短暫生存 喜歡吸烏泥裡的小生物 就是吃土啦 所以港口內能夠釣到的烏魚 可能不適合生吃 而且通常頭很大身體小 沒有什麼肉也沒有油脂 我想要吃生的話就是要挑回油的那種大一點 而這次船長也是說一樣的話 烏魚平時生活在尾度較高的地方 冬天就往南游 找20度左右的水溫產卵 在這時漁民就等待台灣與海峽 整群烏魚會準時過來 補到的烏魚立刻撲肚 取出魚卵做烏魚子 剩下的魚身體 市場上都叫烏魚殼 由於身體不完整了 所以市場的價格很低 處理好後在尾巴的脊椎下方切一刀 穿鐵鉤吊起來做乾式熟成 脊椎下的血管一割斷 空氣進去血就流出來 擦乾淨再拿去冰箱釣起來 今天是第四天 釣起來的時候水分持續流失 魚肉收緊 魚血會被擠出來 魚皮變得很硬 這種大小的魚應該是不要乾手這麼久 但昨天有事沒有吃 今天才有空切開 氧化的有一點嚴重 烏魚殼通常是做成麻油烏魚 幾乎沒有別的做法 可能是營養都在魚卵上 魚肉沒有特別鮮甜 就用燒重的口味來烹調 我看過很多韓國跟日本的影片 他們都會吃烏魚的生魚片 尤其是韓國很多 活體直接殺開 切成薄片配著蒜頭辣醬一起吃 據說在季節對的時候油脂很多 很好吃 看一下這個乾熟過的魚肉 摸起來算有油 肉質細軟 很多觀眾會問我如何判定何種魚能夠生食 很簡單我都是先看看有沒有別人吃過 一樣是領海 韓國跟日本吃的生魚片種類就比我們多很多 可以說是幾乎所有海魚都可以用來生食 但是在我們的魚港販售的生魚片總是只有四大天網 大部分都還是做熟食 這可能就導致了我們在魚貨的前端處理 保存運送上沒有那麼講究 魚煮熟了吃在過程中的瑕疵就沒那麼明顯 但是做生食只有醬油能稍微做點文章 魚肉的整個流程容不得一絲差錯 細節沒注意好味道就糟糕了 靠近魚皮的部分全都氧化變色了 但沒有腥味 魚刺拔掉切成段 這個要做成烏魚麵線 魚肉裡保留的油脂還是很多的 這一塊去除魚皮做生魚片 魚皮下的肉都氧化了 我擔心烏魚的生魚片味道很淡 用乾熟成濃縮魚的味道強化口感 看起來還行 來做烏魚麵線 這做法很簡單 網路上有一大堆教學 薑片邊香 再加一點麻油 揉成過的魚皮很硬 好處是完全不會黏鍋 魚肉煎到半熟 加上魚湯稍微煮一下 加上肉和蒜苗 放在絲苗 加上肉和蒜苗 翻炒 加上肉和蒜苗 加上肉和蒜苗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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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